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日本鳥取縣是柯南作家 秦山岡昌的故鄉 因此希望藉由柯南的高知名度 吸引观光客造访 特地将鳥取机场更名为 鳥取沙丘柯南空港 还特地举行了盛大的开幕仪式 网友开玩笑表示 跟名为柯南机场后 是不是也会像漫画剧情一样 发生杀人事件 鳥取縣知识瓶颈深至的回答 同样令人发剧 柯南机场面积不大 但随处可见柯南的身影 从走廊两旁的漫画 行李转盘处的人形立牌 到柯南专属的滑板 另外还特别设立柯南的拍照区 都让粉丝惊艳不已 平井深至表示 鳥取风光明媚 希望机场更名后 能吸引到更多观光客来 观赏美丽的沙丘 泡汤吃美食 这只穿着蓝色围兜 活蹦乱跳 近乎过动的大布偶 是目前日本红透半边天 最具人气的吉祥物 传黎晶 传黎晶是日本千叶县 传桥市的非官方吉祥物 2011年诞生 起初默默无闻 但它幽默风趣 无厘头的言语 和不按牌里出牌的举止 不仅深过小朋友喜爱 连大朋友都被逗得哈哈大笑 随着人气攀升 传黎晶也走向世界 日前曾赴美国纽约 参加时装秀 造成轰动 外界时常将它和 熊本县的吉祥物 熊本熊相比较 传黎晶客气地回答 熊本熊不是敌人 是令人尊敬的前辈 2020年即将举行东京奥运 传黎晶是否会参加呢 它无厘头的回答 再次让人捧腹大笑 根据统计划 传黎晶去年周边商品 至少吸金2.1亿台币 记者询问传黎晶实心的时候 他幽默地回答 一千颗离子 装设综合报道 死亡和失踪人数 超过2万人的 311东日本大地震 满四周年 日本各地展开纪念活动 民众持鲜花 双手合十 为罹难者默哀 气氛凝重哀期 目前灾区重建工作 持续当中 而部分灾民的身形状况 也尚未复原 我们的同級生 中学校的同級生 6人亡 我们的同級生 我们的同級生 也有6人亡 我我们的年纪 最初的予计 是不同的状态 2011年3月11号 东日本发生规模 9.0的强震 引发强烈海啸 并且导致福岛第一核电厂爆炸 与反应炉核心融毁 引发车诺比核子事故以来 最严重的核灾 四年过去了 目前还有超过 22万人疏散在外 约有8万人住在临时搭建的住宅当中 眼看日本政府当年拟定的 五年重建计划 明年就要到期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特地召开记者会 誓言今年夏天前 拟定新的五年计划 加速灾区重建进度 この春までに 1万戸の公営住宅が完成し 随時避難していた皆さんの入居が始まっています これからの1年で さらに1万戸の完成を目指します 高台移転も加速し 311当天 在台湾的日本人 也在台北发起 東日本大地震 四周年的追悼会 与日本同步在地震 发生时间 也就是台北时间 下午1点46分 默哀一分钟 立法院院长王金平 和司法院院长赖浩敏 先后到场献花致意 現场安排影片播放 和歌唱等节目 传达灾区重建现况 也向台湾民众致谢 震灾直後 台湾の皆様が 自分のことのように 日本を支援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は 我々日本人に 台湾という 真の友人がいることを 強く思い起こさせました 目前严守 工程和福岡三個重災区 仍然有超过 2500人下落不明 延安地区搜索工作 持续进行当中 四周年的今天 部分災区除了追悼 更进行疏散演習 教育下一代 应变灾害应有的知识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国际新闻 中央社继续 亚加拿会 泰国麦福报道 中央社拥有 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3月10号这天 印度旧德里藏村的流亡藏人 准备参加和平集会 而另一头 中国大陆驻印度大使馆前 冲突一触即发 多名赤裸上身 穿着短裤的男学生 为了表达诉求 从大使馆对向车道冲出 高喊西藏获自由的口号 与德里警方发声拉扯 警方将学生带离现场后 第二波冲突又起 他们追逐奋力拉扯 诉求乘获自由 1945年 1951年 中共军队入侵西藏 印发藏人抵抗 1959年3月10号 拉萨居民掀起抗暴行动 遭到中共武力镇压 不少藏人因此逃往海外 今年是西藏抗暴 五十六周年 美王藏人也希望中国政府 能和平沟通西藏议题 Anytime Beijing is willing to accept the invoice of the Dayalama invoice will always be ready so what we like to see is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indicate to us that invoice need to be sent 不过主张完全独立的西藏青年大会 激进组织 则不接受达赖喇嘛提倡的中间道路 表示将持续抵抗 至今为了西藏的自由 仍有藏人不惜牺牲性命 表达强烈不满 在2015大陆两会中 大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 将加强扶持人口较少的民族发展 组织西藏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完善的自治制度 追求自由的藏人 还在等待那道曙光 这样社记者何鸿如 新德里达兰萨拉综合报道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印度总理莫迪13号访问斯里兰卡 马尔蒂夫等印度洋岛国 预料将与各国讨论 加强防卫及安全合作关系 并争取让印度国家电力集团 在斯里兰卡东部港口 新建一座500兆瓦的发电厂 由于近年来 大陆企业和海军触角 逐渐深入印度洋 印度政府也希望能借此行 与岛国建立更紧密的安全体系 更多后期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